Hello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曼聊 今天我们依旧来说翻外篇,夏天的秘密 此时再次也是了第七避难所 那是人山人海人身定废,大家正匆忙赶往避难所避难 因为在重大灾害发生时,避难所的防卫系统可以抵御所有类型的攻击 而所谓的灾害,值得便是突然出现的怪人 即仇视人类,以及造成社会危险,有智商的生物 虽然他们已经躲了进来,避难所的防卫系统也已全面启动 但对于外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而这大肆破坏了怪人,便是十七万年蝉幼虫 虽然有两位英雄正与之对战,但他们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为这家伙的疲态后,攻击什么的根本起不了作用 并且破坏力极强,想要接近他都很困难 而就在他们无计可施时,一人打断了他们 你们退下吧,这里交给我来处理 而他便是B级64位的千力五星人 黑暗银龙刀使,呃,我觉得还是别搭理他的哦 此时,这三位英雄只能臣服于现实,来到避难所避难 然而他们的到来,却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 觉得他们现在到避难所来,万一那怪人也循迹而来怎么办 而且他们进来了,虽然解决外面的怪人 甚至有人还吆喝着,把他捐给协会的钱还回来 对此,C级红围巾斗士则表示,外面那家伙可不好对付 没那么容易被打倒的,还是老是待着等他劳死比较好 但此话一出,又有人脏毛了 屁呀的,开什么玩笑啊,要等多少年啊 这预期,C级学生可就戏不过了 我们确实没有打倒那只怪物 但我们掩护了,别能及时赶到避难所的群众来到了这里 这已经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可虽然事实如此,也有人对其表示了感谢 多亏了他们,才使他们找到了避难所,才能得救 但有些人还是不买账,认为英雄就是饭童 因为最近怪人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然而,人群中由艺人风中凛乱了 智能便是秃头前的奇遇 嘿嘿,他刚刚说,这是哪? 反倒更麻烦了,怎么会这样? 还以为跟踪那些自成英雄的人就能找到怪人的说 嗯? 没有丝毫犹豫,奇遇转身就往错口走去 而他这行为,在众人眼里就是个异类 智能怕不是个铁寒寒吧? 恰此,人群中突然出现了艺人 将奇遇紧紧的抱住了 不要冲动啊,年轻人 现在可不能出去啊 见奇遇还要奋力挣脱 那大汉更是极重人之力控住了他 到底在想什么? 怪人可就在外面,十分危险的啊 你的心情很不安定,大家都知道 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出去 不是啊,所以我才要去外面啊 见奇遇还冥完不灵 那壮汉更是一把揪住了奇遇的毛发 好了,给我老实戴着 哦呦呦,我的毛发,拜托,别揪了 与此同时,一个阴邪女职员突然出现 告诉大家,已经有英雄来打倒那只大怪物了 大家只需在忍耐下 同时告诉奇遇 这个避难所的防御系统一旦启动 出口就会自动关闭 所以想从这里出去是不可能的 而入口则是安装了生物检测装置 只有人类才能通过生物检测系统 怪人是绝对无法通过的 所以请您安心地待在这里 听词,奇遇只好失落 真的出不去了吗? 同龙下背,给我走个好门也行啊 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办法,总不能把出口整出个洞吧 人就在奇遇想老实地待着时 突然一股尿已袭来 联想到中午喝的茶 更是想要去厕所了 厕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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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厕所厕所厕所 而那女志渊依旧在安抚众人的情绪 告诉大家 厕所避难所是英雄协会赤巨资建立起来的 是保护人民的超级堡垒 避难所的外墙经过特殊处理 可以承受超高的温度 还可以吸收任何类型的攻击 无论是坦克还是导弹 都无法摧毁这铜枪铁壁 入口出了生物监测系统 对化妆成人类模样的怪人 也可以进行识别 那天花板上喷洒的液态气体 是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喷雾 天津的古典音乐 会让身心得到更好的放松 缓解大家的心理压力 真是一点遗漏也没有 这是真正的完美 这个第七避难所是完美无缺的 我要上厕所啊 四小时前 那么请问厕所在哪里 没有厕所 这是超纵大的确定吧 于是西域只好憋着 这一憋就是一个小时 如果没有人达到怪人的话 就没有办法从这里出去啊 而且外面的状况 现在也还不清楚 同时自己的膀胱 最多也只能忍耐15分钟了 国真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派出去的A级英雄二人组失守了 因为这怪人已经达到了轨迹的水准 所以只能派新的队伍前去讨伐 就这样三个小时又过去了 靠 我已经整不了了 厕所我去定了 嘿呦 你就让他去吧 反正他也出不去 那边可是墙壁耶 没办法了 出口的造价费一定很高 就从这里走吧 随即便一拳打穿了这所谓的铜枪铁壁 同时纵身一跃 终于最优了呀 而这一幕看得众人那是目瞪口呆 以为是墙壁自己坍塌了 当然因这一动 大家也开始恐慌了起来 非常担心怪人会从这个洞进来 同时也为齐宇的命运表示担忧 这家伙很可能会被杀掉啊 但此时的齐宇眼里只有厕所 这别的他连毛发都开始掉了 就拿个便利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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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滚啦 别耽误我上厕所 因为兴趣才开始做英雄的他 时至今日 那只十七万年残有虫也长大了 变成了十七万年的残尘虫来复仇了 又是同样的夏天呢 灌入的新风 穿衣 跑步 跳身 去压鈴 我想成为英雄 我想成为英雄 这锻炼的方式和当年的情欲简直如出一则 但效果却有带上去 不过两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穷 很穷 而这人便是眼镜 曾经的他也想成为一名英雄 当然也因为一个契机 所以才成为了英雄 那天 刚好超市大减价 蔬菜很便宜 由于囊中羞涩 只能一路唉声叹气的赶去抢购 地铁上 想着这举步维艰的日子 为了生活 而缩减伙食费的公司资源时代 并且没有一丝出轮头地的机会 自己只是赞男轻轻的活下去而已 便瞬间觉得无比压抑 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然 下一瞬间 一抬头 却看见了曙光 之前英雄协会的招募广告映入了眼帘 于是便选择加入到了英雄协会 可这天 出轮武时 他又被现实狠狠的扇了一巴掌 当天 他们要抓捕的对象 便是C级悬赏范帕内罗 经过市区时 刚好看到大荧幕上 嘉宁甜心正在催拉 谈唱 哦不 在宣传新作电影 不过 这之前 他还对英雄做了参数 他认为 成为英雄的条件 只要拥有和平的这种心情 还不够 还需要有 敢于面对怪人的勇气 和强劲的肉体 然后就是 作为正义的象征 成为一个美丽高贵的存在 要时刻不忘 不要懈怠对自身的磨练 嗯 而就在他看得出神时 鲜毛打断了他 喂鲜人 别动上希望 会看丢的 然而斜眼望去 这群人正曾经于 关于绩效的点数问题 什么时候结束回家的事情 但因为是英雄 又有任务在身 自然是得先完成任务了 于是 没一会儿 他们便将潘内罗包围了 不许动 你已经被英雄协会的 催雪组包围了 就这样 等一下 两手放在地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面对比起英雄二十轮 你还想抵抗吗 但潘内罗 并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转移了话题 作为英雄 甚至一点个性都没有啊 为什么你们全员都穿着西装 对此 睫毛非常自豪 嘿 可是催雪组的颜色 原来 英雄协会之中 也是风派系的 主要管理他们逼急的 就是催雪组 九人数规模上来说 是野界最大的足资 眼镜就是伸到逼急后加入的 而就这一丢丢的时间 让潘内罗 准备好了反击的火焰瓶 哼 给我燃烧殆尽吧 说着便将火焰瓶 置了出去 呃 这算不算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可在接下来 丰佩抓捕潘内罗的功劳时 由于眼镜是新人 要把分数分给他 有人就不乐意了 而作为混国社会的眼镜 早就看得透透了 这和在公司里根本没有区别 此时的他 好不容易复然的死灰 又覆灭了 所谓的干精 也变得无所谓了 每天他们都照常执行任务 可这回 他们却遇到了个棘手的怪人 只见一个风扇突然入场 将他们催得七零八落 而这便是轨击怪人 冯三归 这强劲的风力 他们根本素手无策 只能寄希望于催雪的到来 而说曹操 曹操道 你们太爱事了 快躲开 这里由我来处理 你们今天可以回去了 他的出现不仅花吃了少男 还花吃了少女 催雪在他们的眼中 就是无敌的存在 因为他的能力 即使在英雄当中 也是非常罕见的 而在眼镜的眼中 这或许就是天生 具备英雄自治和才能的人 并不是人生都平等的 随后便见催雪 使出了一招地狱暴风 然后 嘿 这样催雪非常收缩 自己居然被打败了 而这也让眼镜下的不轻 思绪完全跟不上 没想到 这有着才能和数量 将自己拼命努力的汗水和自信 消磨得一干二净的催雪族 竟然就因为一个怪人而全灭了 就就就就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吗 只能和他战斗了吗 臣妾做不到啊 而这来的人便是S级二位 在你的龙卷 哼 妹妹的朋友吗 笔记组的 诶 那个 可以算是他的布下吧 真丢人啊 不仅很弱 还一点骨气都没有 不如放弃当英雄吧 这声吼 直接击溃了眼镜最后的心理防线 随后便见龙卷 左手指掌 晦气熬去 但这风扇也不是吃素的 竟引起飓风 挡下了这招 看来很擅长 引起飓风啊 原来如此 和吹雪的能力相克 紧接着又出一掌 直接将其报废了 随后便带着吹雪离开了 但他那句真丢人啊 却深深地烙在了 眼睛的脑海里 同时不仅怀疑起了自己 为何自己没有那样的超能力 如此渺小的自己 根本不可能和怪人相抗衡 即使努力也不可能超越 这个世界是根据才能和出生 来决定一个人的地位的 我根本没有才能 同时又觉得很不甘心 明明自己很努力 别任何人多努力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而就在其心灰意冷时 秃头出现了 原来他是看到了怪人的新闻 才来到这里的 而所谓无巧不成书 他眼望去 那风扇怪竟然又复活了 不是吧 猜动就算螺旋桨是本体 这也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两眼镜无比惊恐 可秃头却拨然不惊 哦 复活了吗 正好呢 说着便要上前打怪 却被眼镜一把抱住 哭着喊着让他逃跑 因为这怪人 可不是C级能战胜的对手 虽然秃头表示自己很强 可眼镜并不认为 因为成见的他 也拼命努力的锻炼自己 增强自己的自信 但就算是升到了B级 即便如此 也还是很狼狈 提翻的人是有极限的 有才能的人和他们 从根本上是有所区别的 而这话 听得秃头不热意了 谁决定呢 快从英雄的冲情中醒过来吧 不要做这种送死的事情 这话 似是对秃头说 也似是对自己 此事的他 恐惧中还带着绝望 风很冷啊 界线什么的 有谁决定呢 你说过你也曾努力过 对吧 那答案不是很单纯吗 在没有变得足够强大之前 那就不算是真正的努力过 不是吗 你的强大 真的就只是这样而已吗 明天或以后的你 难道一辈子都无法战胜 今天的你吗 有一直消沉的功夫 你还是选择继续前进比较好 可眼镜依旧不相信 这种事情是通过努力可以办到的 这人要么是遗传的某种基因 或者变异了 又或者用了药 没错 他肯定是自残家的儿子 一直在最好的环境下锻炼着身体 肯定的 肯定是的 我要走了 今天可是超市大减价的日子 蔬菜很便宜呢 哎 这话拉眼镜回想起了最初的自己 于是没多久 他便选择了离开崔雪族 英雄的路开始了 好啦 本期的故事到此结束啦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击订阅一下哦 拜拜